零传 大家好,我是铁波山 这一期我们来看一下 位于陕西省的隋阳地墓 可能很多关注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扬州已经被很多专家定义为 是隋阳地墓的所在地 那么为什么陕西会有一个呢?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隋阳地阳广的坟墓了 已经称不上为陵园了 因为它是隋朝的这个 王国的皇帝 我们走进来看一下 都是草 太危险了 大家来看一下 看 这一个铁丝 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铁丝吗? 有知道的朋友吗? 快看 快看 这幸亏是没有通电 通电的话 后果相当严重 我们 从那个方向吧 从那个方向 走过去 看看这边 其实不至于陕西有 河南也有一个隋阳地墓 据隋书记载 大爷14年3月 隋阳地在南巡当中 手下士兵造反 把他杀死在江都宫 消防后一工人 用床板做成棺材 把他安葬在江都宫西院 留珠堂内 后来又改葬于武功台下 唐军平地江南以后 又以帝制改葬于雷唐 雷唐现在是众多专家 所认定的隋阳帝墓的所在地 据史书记载 唐朝同意以后 唐高祖李渊 令李世民在武德五年 将其牵葬在武功西园上 使他能与其父亲 隋文帝之灵 遥遥消忘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李渊下令牵葬于洛阳 这里我们只讲陕西这一个 关于隋阳帝的安葬帝 还有一段传说 据传隋阳帝的灵鹫 行至此地时 突然电闪雷鸣 大雨飘泼 道路泥泞 几根轿杆突然断裂 轿声滑落 灵鹫无法进行 有人说是文帝 嫌弃阳帝荒云无道 不愿自己的不孝子孙 和自己葬在一起 因此险灵断了绳索 于是杂役就将阳光安葬在此地 洛阳村由此得名 时间久了就演变成了现在的洛阳村 冒很大风险 刚才着实吓了一跳 看 这是被砌好了 被砌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牧种 周围被砖块砌住了 看 边上 大家来看一下 没有发现石碑 大家来看一下 它上面有一个树啊 但是它没有柏树 上面是光土土的 后来应该是又封了土 但是它没有古柏 看朋友们 边上这都是农田 非常荒凉 从它这个修建的 这个漫然坡 应该是朝向南面了 现在扬州已经确定发现了隋阳帝的墓葬 那么陕西省武宫县的隋阳帝灵到底是谁的灵墓呢 专家说法不一 其中有一个观点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这里可能是埋葬着隋阳帝的骨骸 因为据明代陕西省武宫县志记载 隋阳帝墓在县西元 武德五年八月 唐高祖葬帝于此 此外扬州被确定为隋阳帝的墓葬中 仅发现了两颗牙齿 骨骸却没有了 扬州隋阳帝墓中 可以发现 它是没有被盗绝过的 因为很多珍贱文物都在 它的骨骸仅剩下两颗牙齿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就算是被盗墓 丢失的应该是文物 而不是骨骸 所以说不排除 当时把隋阳帝的骨骸牵葬到武宫 清乾隆42年秋 时任陕西巡抚碧园 半夜隋文帝和隋阳帝灵墓时 并分别提起了碑名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与其他牧种不同的是 牧门和石刻是向北的 据说是因为隋文帝太陵在南 隋阳帝王国无言面对文帝 故而背对着太陵 石碑啊 看 这里还有一个底座 这个应该是 古收留下来的啊 石碑底座 这一个啊 这个我们看一下 上来吧 看 人人有责 这一个 爱护文物 也不知道这个石碑是谁立的啊 大家来看 这个石碑是新的 好了 我们沿着这个出去 都是一些杂草 应该是常年没人打理 哇 这是宠那苍蝇 太厉害了 这些草到我胸 在人民的印象当中 隋阳帝应该是个暴君的典型 但事实是真的如此吗 隋阳帝从巩固政权长治九安的大局出发 规划开凿了贯通南美的大运河 使北方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得以联系在一起 隋阳帝一直为世人所诟病的一点就是荒芸无道 隋阳帝的两个儿子都是和孝皇后所生 如果他真的是荒芸无道 那他肯定有很多儿女 隋阳帝以极大的魄力进行改革 然而他急功近利 最终走向了灭亡 隋阳帝应该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帝王 从他的大业年号就不难看出 企图建立前无古人的工业 但是他太急功近利 大兴土木滥用民力 最终导致百姓起义天下大乱 一个短的琴后面接着一个长的汉 前面一个短的隋后面接着一个长的糖 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研究 功过是非自在人心 大家如何看待隋阳帝 欢迎下面留言